学习级的一定要会使用波片 但是大部分初智者在一开始练习的时候 都是遇到两个相同的问题 第一个就是波片捏不住 总是容易脱手 第二个就是琴弦拨不准 这一刻我来给大家分享一下正确的练习方法 OK咱们先来说一下波片的正确 拿捏方法 首先把右手的大拇指还有食指捏成一个十字 然后把波片这个小尖尖顺着食指尖的方向 插入指缝就可以了 至于这个小尖尖该露出多长 咱们看一下 波片上面有一排显示厚度的小字母 咱们大拇指刚好压住这排字母就可以了 然后咱们再说一下如何练习才能精准的拨到每一根琴弦 这里面有一个核心的要领 那就是我们需要伸出右手的小拇指 给它架在咽孔右下角45度的位置 架在这里当做支点不要动 然后我们用最慢的速度拨响六弦还有一弦 需要注意六弦是下拨 一弦是上拨 下上 这个练习的过程就好比我们找了一个圆规 把小拇指找一个点位给它扎住 当做圆心 波片下拨六弦还有上拨一弦的这个练习 可以帮助我们确定活动的直径 这第一步的练习大家一定要多练 这个练多了才能保证你在拨弦的时候 不会出现特别大的偏差 那下一步我们就要进行一些更精细化的训练了 那就是下拨五弦还有上拨二弦 下上下上 对比第一组练习呢 咱们第二组练习就要难多了啊 因为咱们在拨六弦的时候呢 波片其实可以抬得很高 六弦上面不会再有其他的琴弦进行干扰了 然而咱们在拨五弦的时候呢 需要把误差空间确定在六弦还有五弦中间的这个空隙当中啊 来跟我一起做六弦下一弦上五弦下一弦上 在整个练习的过程当中小拇指的位置始终都不要动啊 只有这样你的练习才能形成一个稳定的肌肉记忆 再下一步呢 四弦下拨三弦上拨下上下上 再下一步呢 咱们练习相邻两根琴弦之间的上下交替波弦啊 六弦下拨五弦上拨 五弦下拨四弦上拨 四弦下拨三弦上拨 三弦下拨二弦上拨 二弦下拨一弦上拨啊 再次强调一下啊 无论你练习什么科目 小拇指的位置摆放好了之后啊 就千万不要动了 只有这样的练习才是有意义的 ok学会的老铁不要动了点赞收藏 一边反复学习赶紧回去拿起你的吉他 按照这种方法系统的去练习吧 关注视频每天持续更新 自学吉他其实很简单 咱们明天见